這份起訴書 就是民進黨的黑金保證書 民進黨政商勾結 骯髒致詞 就是讓台南政治爛到谷底的主要原因 今天台南政治敗壞成這樣 賴清德要負最大的責任 本席要求賴清德應該向全體國人 以及全體台南市民道歉 賴清德應該要立即要求議長邱莉莉請辭 要求黃偉哲市長和他當年一樣 拒絕進入議會 這應該要求台南市議會重新改選議長 賴清德主席還敢不敢不避毀遇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台南市正副議長的選舉會選暴力案 那麼現在地檢署檢察官終於偵查終結了 議長邱莉莉 副議長林志斬 三個跑票的議員李文俊 張士賢 李正國 還有郭再欽總共有十個人 因為涉嫌違反了公職人員的選罷法等等 遭到提起公訴 選方也依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罷法 將議長邱莉莉副議長林志斬 議員李文俊 黃立招 張士賢 李正國 郭再欽等十人提起公訴 今晚經過法官訓問後 總共有六名被告是交保 其中包括招檢方認定是總操盤手的郭再欽 是以三百萬元交保 而跑票遭到藍營開除黨籍的李文俊 還有五黨籍的議員黃立招都是以一百萬元交保 另外還有餘會理事長林志斬則是以兩百萬元交保 六人都限制住居 而法院補充被告六人雖然都否認犯刑 不過包含人證物證都能夠佐證其犯罪嫌疑 票不要亂投 還有什麼呢 就是這一幕看到嗎 當初這個郭再欽還有邱莉莉的林志斬 他們用口課的方式使得方一峰違背國民黨台南市議會黨團決議而投票 由郭再欽找了方一峰約在台南市慶安宮來會面 而當時方一峰以為說是李文俊在找他要復約 所以他就到了現場 沒想到林志斬就對著他以流氓的口聞恫嚇他 說了些什麼話呢 說李文 25號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你不要出席 一個就是投自己 總之你就是不可以投給誰呢 不可以投給郭信良 看到這些話之後 一峰他心生畏懼 那麼後來他也很害怕 所以就在政府議長投票日之間 他都是住在這個市議會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郭再欽的恐嚇手法 行賄的手法也都曝光了 包含哪一些呢 包括他跟議員說打了包票 說下次落選的話會支付4年的議員的薪水 而且買方還可以打8折 除此之外 剛也突然說到這個李政國 有這個議員是被不明人士手筆欺恐嚇說 你票不要亂投 我們從整個起訴書的議文來顯示 邱莉莉呢早在去年的9月 她其實呢就已經布局要選議長了 郭再欽呢曾經在9月27號 就打了電話給邱莉莉說 你就保持這樣子 不要參與進來 其他的呢我來處理就好 那麼邱莉莉呢就回說 我假設都已經賣掉了 假設我就財產都賣掉了 我要跟他拼了啦 我這一次呢 那要是沒有把歐邊推倒的話 算我老虧 意思就是說 我要是沒有把這個前議長 郭信良推倒的話 就算我漏氣了 顯見當初呢 就是有意思要跟郭信良來對決 郭再欽呢其實呢就是負責整個的 操盤議長的選舉 他就曾經跟邱莉莉說了 當然呢我還在努力啦 這是要有金主的 關鍵票呢大概就是兩三票而已 他說兩票左右輸贏的 我們就一票一票來用 用什麼呢 我看呢我們要花上上億的 我們這次就是讓奔走 都沒有覺得不可能 我們就看到呢 那麼檢方呢提到的操盤手呢 發現說那整個事件當中 其中呢包含最重要人物是誰呢 就是這位郭再欽了 檢方提到說呢 其實這個操盤手郭再欽 他拿了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名義 來掛保證 由所以呢國民黨議員李政國 將議長票投給邱莉莉 對此呢黃偉哲表示說 他並不清楚這個事情 但是呢我們看到郭再欽 他牽涉的包含什麼呢 包含有光電的利益問題 包含呢還有台南市的這個 爐渣的壘球場爐渣的問題 所以問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昨天台南地檢署正式 對議長邱莉莉等10人提起公訴 起訴書中說邱莉莉等人 基於行求賄賂的共同犯譯 行賄台南市議員方一鋒與李政國 並恐嚇方一鋒 這真是台南民主政治最黑暗的一天 民進黨為讓議長選舉勝選 經常讓候選人帶頭使用會選暴力手段 請問這不是黑金什麼才是黑金 其實昨天南檢的起訴書指控的不只是邱莉莉 指控的更是民進黨 這份起訴書就是民進黨的黑金保證書 尤其起訴書的指控內容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竟然台南市長黃偉哲可以是整個計畫的中間保證人 邱莉莉竟然讓黃偉哲要保證 所有民進黨市議員選票要投誰 這證明民進黨根本是在玩弄民主 把選民當笨蛋 而台南知名建商竟然成為民進黨的大金庫 可以讓民進黨政治需要予取予求 民進黨政商勾結骯髒至此 就是讓台南政治爛到谷底的主要原因 尤其現任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曾經擔任台南市市長 所有血甲肺爐渣的問題 台南光電利益的糾葛 都是從賴清德擔任市長的時候開始 而最近陳忠燕的醜聞案更讓人看清楚 當年賴清德市府是如何喬事情 如何包庇業者如何同流合污 所以賴清德必須要對台南政風敗壞 負有最大的責任 特別當年台南市議會發生會選議案的時候 賴清德就拒絕入市議會備選 當年他說台南是民主勝地 議長社會讓台南蒙羞 他強調要捍衛台南人尊嚴 不計毀譽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本席今天就要請問賴清德 當年那個捍衛台南人尊嚴的賴清德市長在哪裡 現在賴清德主席還敢不敢不計毀譽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台南市的議長副議長已經被起訴了 而且情節如此重大 所以請教賴清德主席 按照你的標準 是不是應該要捍衛台南市民的尊嚴 所以請教你是不是認為 邱莉莉跟林志展 已經喪失做議長跟副議長的資格了呢 如果賴清德選擇沉默 選擇迴避 那再代表你有雙重的標準啊 所以這個時候 台南市民不需要尊嚴了嗎 所以現在黃偉澤要進入議場 然後去在已經涉嫌重大被起訴的 邱莉莉林志展主持會議之下 做相關的業務報告跟備詢嗎 請問賴清德 你要選擇雙重標準嗎 很重要的是 當年你不進入議場說你要捍衛台南市民尊嚴 那請問一下現在你要不要捍衛台南市民尊嚴 另外再跟大家補充報告 民進黨的雙標已經在講說要掃黑掃黑金 到底有沒有雙重標準 昨天邱莉莉在她的臉書上喊約 而蔡英文英系的大將洪耀南 在她的臉書下面留言 留什麼言呢 就這一句 加油議長你沒有問題的 請問一下洪耀南 你要讓邱莉莉議長加油什麼 她沒有問題 是司法有問題嗎 請問 作為英系的大將 你在加油什麼 到底誰有問題 誰沒有問題 所以下面也有 然後想說 洪耀南英系你是要幫她背書嗎 我跟大家報告洪耀南 她在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之前 她是擔任蔡英文英系下面的台灣世代智庫基金會的執行長 那在蔡英文回國去當民進黨主席的時候 立刻把她調去當特助 所以包含洪耀福 洪耀南自己本身 都是英系的大將 我想請問一下 英系大將 你認為 邱莉莉 林志然 他們是被冤枉的嗎 所以在這裡 真的要請問一下 民進黨 你們對於掃黑金 你們對於台南議長副議長社會 你們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你們講的要掃黑金 只是要騙選票的一個政治的宣誓嗎 只是一個形式嗎 所以我在這邊 我們具體的要求 賴清德針對邱莉莉林志長 還有沒有資格擔任 台南市議長副議長 請你表達你的立場 不要雙標 否則你們講要掃除黑金 想要說要改革 全部都是假 高度的肯定台南地檢署 對於台南市議會議長 會選買票案的偵辦 今天終於起訴了 民主的發展 如果執政三十年 還要用買票會選 而得取政治權利 我想這是台南市民 包括全體國人 所不願意樂見 而且會對你透氣 清德兄 你號稱台南是你的本命區 你現在貴為賴主席 應該拿出你的道德高度 要求從政同志 因為會選而取得權利 即刻辭掉 台南市議會的議長 重新改選 民進黨依然佔有絕對的優勢 如果清德兄無法展現 批立的手段 政治高度 恐怕無法從事 2024登頂的時候 台南鄉親 對你的高度期待 全國的人民都在看 賴主席如何面對 邱議長的買票案 台灣民主的發展難能可貴 逐年的進步 如果台南市是往回頭路走 那號稱本命區的賴主席 你用什麼面目 用什麼高度來參選 2024的總統大會 對清德兄也有高度的期待 這是台南市民共同的期待 2024的總統大會 對清德兄也有期待 是台南市民共同的期待 是台南市民共同的期待